高智能选拔赛富士冈决赛就这样落下帷幕 除了本就在赛车界颇有名气的心条 14岁的封建损人也闯入了大众的视野 尽管是第一次参与霹雳车的比赛 但他所具有的敏锐的赛车反射神经 无所畏惧的胆量 都无不体现出他的潜力 相信在未来的赛车界 损人一定会有一席之地 就这样 健身车队一行人经过短暂的修整 向着日本锦标赛赛场北海道出发 前往北海道的路上 大家也都没有闲着 开始进一步了解阿斯拉达的情况 阿斯拉达也将奸身车队的车田 明日香和美其等五人的资料录入 允许他们之后也使用和维护这台车子 此时身接迫不及待地询问阿斯拉达 损人能够这么快适应霹雳车的驾驶 还夺得了第三 是不是因为他有摩托车驾驶的经验 阿斯拉达肯定了这一说法 但还是表达了对损人驾驶技术的鄙视 让损人也是十分心酸 不过原本对损人抱有怀疑态度的良平 却好像变成了损人的头号迷地 不仅觉得阿斯拉达说得有些苛刻 还大夸特夸损人在决赛的精彩表现 甚至已经开始畅想 车队在日本锦标赛拿到前赛胜利的样子了 那模样简直比比赛者本人还要兴奋 可听了良平的维护 损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 如果没有阿斯拉达的帮助 他根本没办法取得今天的成绩 为了尽快使阿斯拉达的性能恢复到最佳 美其带着车检组的同伴进行检查工作 阿斯拉达不愧是封建精心设计的赛车 直接一条条列出他目的状况 被损人这个吊车为驾驶 可是给他带来了不少伤害呀 首先在损人驾驶他时 好几次闯入沙坑 导致他的进气口吸进了不少沙土 目前冷却气中还有些许残留 而且因为损人生疏出炉的驾驶方式 给他的驱动系统带来损伤 还极大的磨损了阿斯拉达的齿轮 这时良平在一旁认真做着记录 而听着阿斯拉达机械般 无止境吐槽的声音 损人终于忍无可忍 你怎么用那种语气诉说呢 但阿斯拉达表示 他只是在如实报告损伤状况 没有责怪损人的意思 可在损人眼里 那就像是在责怪 阿斯拉达没有顾及损人的心情 依旧机械地说道 车子现在的情况 当然是损人粗暴驾驶的结果 这直白的不留余地的说话方式 有些击中了损人脆弱的内心 阿斯拉达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一点也不可爱 眼看一人一车就要吵起来了 美其直接打断了损人的话 让他不要影响他们工作 而就在这时 申结表示阿斯拉达 已经将心条的比赛资料解析完毕 可以让阿斯拉达 对损人进行模拟训练了 所谓模拟训练 是指阿斯拉达用虚拟现实技术 将赛场技术的心条行驶操作 在驾驶舱重现 让损人与虚拟的心条进行比赛 这里也不得不再次感慨 阿斯拉达实在是强大呀 随后损人进入驾驶舱 谦虚请阿斯拉达老师多多指教 随即就在主驾驶开始模拟训练了 在过弯道时 损人下意识去踩刹车 却发现心条踩刹车的时间点比他慢 并且车子也十分稳定 看着心条的操作 损人不由自主地发问 如果自己也能像心条一样驾驶 是不是也可以变得更快 阿斯拉达自然肯定了他的说法 听到这话 损人变得动力十足 他一定会加倍努力 争取早日变得和心条一样优秀的 这时车田和明日香驾驶着卡车 来到了一个高速收费站 一辆粉色的霹雳车 加速憋到了他们的车前面 在收费员要收高速费的时候 一个年纪与损人相当的绿毛少年 从车里探出头来 没见还有一个小月亮 也不知道是不是闻上去的 绿毛听到收费员大叔 向他索要6900的高速费 竟直接表示 他的费用由后面的卡车交付 说完还转过头 看着明日香他们热情地打起招呼 拜托你们了 驾驶室里的车田和明日香面面相去 还以为对方在道歉呢 绿毛司机就这样走了 直到轮到明日香付费 才知道绿毛干了什么 这里也不知道 这事情最后会被怎么处理呢 下了高速口 车队中人到服务站吃饭 一堆人挤在柜台叽叽喳喳的点餐 顺便听到电视播放的新闻 新闻中提到 即将举行的全日本锦标赛中 有两位来自海外的特邀选手 已经抵达日本 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海尼尔 他不仅在去年的世界比赛中排名第三 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汽车设计师 本年都转入了SGM车队 这场比赛 他将驾驶自己设计的史格利马 另一位则是来自美国的古德利安 他在15岁时 已参加印第500出道 在去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五 这两个人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 和耀眼的比赛成绩 结果还没有介绍完两人的履历 电视就紧急查布了一条学人骑士 一名右拐犯拐走了一个小女孩 正在往东北方向逃窜 也就是损人他们目前所在的方位 这时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走了过来 站到了损人面前 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手中的食物 明月香和损人蹲下身 问他从哪来 和谁一起来的 小女孩指着指停车场 绿毛的粉色PD车正好停在那里 随即小女孩又指向了电话停 刚好绿毛就在打电话 这时 新闻刚好播出丢失小女孩的模样 明月香和损人他们立马明白 这绿毛就是诱拐犯 车田赶紧让大家先待在原地 他去报警 而在车田大叔离开后 索人立马叫上梁天和申杰 打算在警察来之前拿下绿毛 于是就这样 一无所知的绿毛被三人围住 一下暗倒在了地上 听到索人嘴里高喊的诱拐犯 站在绿毛身后的香肠嘴神色大变 赶紧冲到明月香面前 抢走了小女孩 并跑到停车场 想驾驶自己的车子 结果美其拿着铁棒出现 香肠嘴只要把绿毛的霹雳车开走了 绿毛这时冲出来又骑又急 那车子是我费记心却打造的呀 只能说谁叫他下车不锁车门呢 眼看形势不妙 索人赶紧跑向卡车 打开车厢 让明月香解开阿斯拉达的固定装置 他要驾驶阿斯拉达追上去 看着索人神情严肃 明月香只好结网了固定装置 索人快速进入驾驶舱 启动阿斯拉达 绿毛见状后也赶紧跑下去 还坐上了副驾驶 就这样 索人带着绿毛一路急驰 另一边的香肠嘴在车厢里骂马咧咧 他发现这车怎么这么难开 摇摇晃晃的 车内忽然计算机启动 表示自己是高智能方程式赛车 香肠嘴不识货 吐槽自己怎么上了这么一辆破车呀 在损人出发不久后 车前大叔也报警回来 得知损人驾驶阿斯拉达前去追击诱拐犯了 也赶紧驾驶卡车追去 在车上 他使用无线电警告损人 千万不要冲动 警察已经出发了 这时 三辆警用霹雳车从损人身旁开过 一下子就到了香肠嘴身后 香肠嘴听到身后响起的警车鸣笛 一时间十分着急 毛询问计算机怎么开得更快 计算机接到指令后 立即启动辅助系统并提速 车子终于可以稳定控制了 可警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还是追着上来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击 香肠嘴当机立断撞了过去 最后导致两辆警车相撞 随后 他还无意间命令计算机 启动了烟雾喷射系统 扰乱了另一辆警车的视线 眼看着警察出了状况 损人赶紧告诉车田大叔 让他照顾好车内的警察 由他来抓捕诱拐犯 但具体怎么做 他还没有想法 一旁绿毛直接提供了一个方法 只要把诱拐犯的车撞了 坏人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呀 他的车上有充足的安全装置 会保护车内人的安全的 说完他就下令 让阿斯拉达调出前方的地图 可阿斯拉达不是普通的智能系统 只听损人的话 看着不听话的阿斯拉达 绿毛感到很奇妙 直到看到损人发射雷达下单命令 阿斯拉达才调出地形图 他这才相信 真的有能识别主人的赛车 通过地图 绿毛很快找到了最佳撞击点 只要损人开到弯道外侧 用后轮去撞击对方前轮 就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可车上有小女孩 损人一时间难以决定 直到阿斯拉达测算出 这样做两车的受损率都很低 只有1%是 他才终于下定决心 说干就干 损人立马打开加速 马力全开 终于在弯道上赶上了绿毛的车子 随后在阿斯拉达和绿毛的帮助下 终于成功在弯道处截停了香肠嘴 救下了小女孩 而刚才的撞击 把绿毛的车门也撞掉了一半 绿毛冲过去拉出香肠嘴 一把将香肠嘴打倒在地 随即还直接上前 拿走了香肠嘴的钱包 甚至还给他写了张收据 在把欠损人他们的过路费还了后 绿毛就潇洒地离开了 表示之后两人肯定会再见面的 警察和车田大叔稍后赶到 听了损人的讲述 车田大叔内心也是一己 表示那男人是使用了赛车碰撞的技巧 在比赛场上 有的赛车手确实会使用这样的方法 把对手撞下场 他告诉损人 我们参加的是正规比赛 不可以再像这样乱搞了 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赛车手 损人赶紧答应下来 一些人在收回阿斯拉达后 继续向北海道警发 离比赛的日子一天天逼迹 损人也开始了魔鬼训练 这天早上 他带着爱犬伍巴出门跑步 脑海中不用闪现出车田大叔的教导 等回过神来时 伍巴已经跑到了前面 等他找到伍巴 发现伍巴正在一顶帐篷旁边吃东西 损人有些着急 拉着伍巴就打算走 但伍巴就和一辈子没吃过饭一样 把脸埋在饭盆里吃个不停 损人根本拉不开 这时帐篷的主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 损人赶紧道歉 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管教伍巴的 红帽男没有生气 反而拉着损人大笑的说 这是他准备给伍巴的食物 说着 就抚摸着伍巴的头和损人聊天 原来红帽男和损人一样 也是一个赛车手 说话间晨雾散去 损人看到马路转弯处有一个男人 红帽男告诉他 那男人是去年霹雳车的全日本冠军 石手石 他之所以出现在马路上 是为了用自己的手 确认路面的状况 听了他的话 损人很好奇 用自己的手 真的可以感受到路况吗 红帽男告诉他 这当然是做得到的呀 简单聊天后 损人告别红帽男回到基地中 看着早起跑步的损人 车田大叔和明日翔等人 不由的感慨 损人真是有了职业赛车手的素养 损人围坐在一起吃完早饭后 开始为明天的比赛 做最后的复盘 深洁告诉损人 北海道赛车场的典型特征 是占了一半赛道左右的 魔鬼土石跑道 想要一口气跑完公路跑道 和魔鬼跑道 必须事先决定主要攻略的方向 而这一切的前提 都建立在损人 能够完全操纵阿斯拉达 深洁说完 就介绍起各大参赛选手 去年的冠军失手时 福克斯车队的森源真一 魁车队的心条 还有今天早上 损人遇见的红帽男大有让二 他去年在日本锦标赛上 拿了第五名 虽然没取得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但却有原野上的魔鬼之称 在魔鬼赛道上非常厉害 交代完这些后 损人终于又开始了赛场训练 在进入魔鬼赛道前 车前大叔提醒损人不要过于勉强 这次的重点 是体验魔鬼赛道 和正常跑道的区别 阿斯拉达随即升高悬架 从铺装路面冲进了魔鬼赛道 一路烟尘弓滚加飞跃 让损人一下子有些吃惊 可跑了没多久 他就感受到了 土石路面专属的刺激感 损人一路觉得十分畅快 还询问阿斯拉达自己的表现如何 阿斯拉达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势比以前强一点点 损人于是问他 怎么能够开得更好 结果阿斯拉达就说了一大顿 脱离弯道时要升挡呀 要赶紧回转方向 刹车不能完全踩死呀 选择适当的角度出弯呢 总之阿斯拉达认为 过弯就是这么简单 损人听了内心无语 赶紧关了阿斯拉达说话的开关 而就在这时 一个黄发眼睛男正看着望远镜 在远处的高山上 注视着阿斯拉达的一举一动 这又是想抢车的那会儿吗 损人继续在土石路面上奔驰 忽然 一辆车从后面赶了上来 看到他完美的过弯 损人也是有些敬佩 因此还打开无线电 问他是不是大友先生 损人称赞大友的驾驶技术十分娴熟 这样高低不平的跑道 自己还是第一次跑呢 大友谦虚的表示 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这时大友已经三下五出二 连续过了几个S弯 损人停在边上看了非常惊叹 立即打算学起来 没想到刚过弯道 阿斯拉达就失控打滑 还撞到了赛道边的土梗上 就这样回到了工作站 车舰大叔很是生气 质问损人是不是和大友说了什么 并且告诉他 没有哪个笨蛋 会把自己的弱点展示给对手 那样做 不就是让大友知道你过瘟不行吗 损人心里有些委屈 觉得大友先生不是那种人 不会拿这一点来针对自己的 车舰大叔也是无奈 只能让损人把阿斯拉达 清洗干净再说 损人一边洗车 一边暗自嘟囔 大友才不会是什么坏人呢 阿斯拉达洗干净后 车舰组开始进行换轮胎训练 毕竟就算是0.01秒的差距 也会影响到车队的最终成绩的 由于艰生车队人数较少 每个人不仅要专制自己的工作 同样要做好车舰工作 因此精通计算机的身杰 一样需要参加训练 由于不熟练 他总是慢大家几秒 让身杰十分不好意思 不过身杰没有放弃 还是一次一次的训练 想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却还是被车舰大叔说笑了 身杰和损人都知道 这其实是为了车队好 很快 烟幕向灵 为了更好地迎接第二天的比赛 车舰大叔让大家早早休息 可损人怎么也睡不着 只能出去溜达散心 结果刚出去 就看到身杰在工作站训练换轮胎 身杰表示 只要一直练下去 总会掌握技巧的 损人因此也不由自主地问他 自己总是过不好弯道 该怎么办呢 身杰于是告诉他 很简单 那就去练 一遍一遍练 只要练下去 总能掌握的 而说到这里 身杰突然表示 自己会和车田说明情况 所以损人 就放心大胆地去训练吧 结果就这样 损人再次驾驶着阿斯拉达 来到了魔鬼赛道 他一次又一次在弯道上冲击 可就在他沉浸在赛道之时 一个黄法男生站在一棵树后 通知其他人 让大家一起过来夺走阿斯拉达 于是很快 三辆鲜红的PT车 就出现在了赛道上 损人一开始 还以为是其他选手训练 没想到三辆车子 直接向他驶去 把他包围了 还不时企图撞击 把阿斯拉达逼下赛道 这时几人刚好经过大友的营地 大友看到这一切后 立即感觉不好 急忙驾驶车子过去帮忙 损人这边几乎就要到了绝境 好自大友终于赶到 他释放了自己车上配置的飞鸟无人机 牵制住了一台车子 所以就帮忙创造机会 让损人赶紧加速逃离 自己随后也跟了上去 他很好奇这些都是什么人 但损人也不知道 只觉得好像是盯上自己的车子了 此时两人还在被人追赶 恰好到了一个弯道处 大友就发现 损人实在太慢了 损人也有些无奈 他因此就立即告诉损人 让他透过车子 去感受路面的反馈 转眼后面的人已经追得上来 大友让损人加速前进 可前面就是连续S弯 损人真的有些担心 大友只好让损人一定要相信自己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赛车手 是注定会输掉比赛的 而听了大友的话 损人也终于明白了什么 在阿斯拉达的协助下 一脚油门向弯道冲去 大友看时间差不多了 在后面赶紧给损人直挡 降挡 拉鼠杀 反打方向再升挡 车子就这样完成了高速飘移过弯 也成功甩掉了那些红色的霹雳车 两人摆脱追击后 在森林里碰面 大友认为 既然那些人会觊觎阿斯拉达 就足以说明 阿斯拉达确实是不可比你的车子 今天阿斯拉达的表现 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大友不由地羡慕损人 能够拥有这样一辆赛车 但是他也并不嫉妒 他一向喜欢赛前的独处时间 每次比赛前 他都会好好思考自己的实力 只有明白自己的实力 才会更加有信心 而只有充满信心 才会充满希望 大友表示 自己从来不惧怕可怕的对手 只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自己 其实大友之所以说这些 也是想告诉损人 坐人以及赛车的道理啊 月光下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互相为明天的比赛鼓劲 比赛是为了赢对手 更是为了赢自己 相信拥有这样的心态 明天损人和大友 一定都会有不俗的表现的 我是黑白 下期见